《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与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有个网友说你信大纪元的养生 你有些觉得信的就信 你不信就不信 就算是同一个报章 同一个作者 不同两篇文章 有些人是这样的 通常我们正常都不会瞒信 或者瞒距 你都是要自己思考一下 另外有个网友说 珍姐Eatable 珍姐和大纪元没关系 现在是自己的平台 但是你用到珍姐Eatable这件事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你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个女孩的赞美 珍姐我们当然都会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现在这样说我就想一想 这是Eatable的 你想不想Eatable一件事 肯定是Eatable 肯定是 特别是近期的珍姐 我见到她有时 真的不知道她是假什么 就是穿华服 还是什么东西 神韵呢 看完神韵就这样看 你不要去跳 你跳不重要 你不要穿衣裙来拍照 穿衣裙来拍照 穿衣裙来拍照 真的好古怪 好了 先讲讲三文 古思尧仰仍满出狱 是很棒 那这叫在黑暗之中 我又不是说见到光明的 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大家知道 古思尧其实有cancer在身的 硬正 有正气 所以就算很多时候 你说什么抹期cancer 我真的觉得人的意志都很重要 他此前被判刑的那件事 我真的觉得很离奇 只不过是12月初 他准备去选择事务处 民工室抗议民主派 无法参加区议会的选择 他准备去呀 他还没去呀 好了 出发前被国安拘捕 落案起诉一项 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 巨线和先动意图的行为罪 判刑九月 老实说你说多离谱 一个人去才问到什么 你说多离谱 你怎么让他去呢 大哥 那以前 这些什么法例在这 为什么以前呢 不是呢 因为以前说 看东西都看得多 你老母 等他去什么 去了 真是煽动到人 你才做 对不对 那以前为什么不抓呢 其实甚至乎不是 是因为实际举证太难 喂 你都 没有人被他煽动到 那索性慢慢慢慢 大家就不用这些法例 就算现在你问我也是 你谁被他煽动到 你估计他 因为为什么有些工具在门口 那些示威 你估计他会先抓 好 好了 这件事呢 要说一下 首先呢 我轻轻说一下 本来不想说 但这么笨的人呢 我都觉得很好笑 在大埔 大埔警区 早两天接获停车场管理员的报案 说有两条马仔 怀疑用虚架车牌 分别驾驶车辆进入区内停车场 意图欺瞒停车场出入口车牌的识别系统 冒充已经登记 月租停车场的车辆 已被过停车场收费 好了 这两个被捕的男子 一个23岁姓业的本地男子 和一个26岁姓周的本地男子 涉嫌使用虚假文书 真的我真的觉得 你老母是这么笨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首先 没有钱就真的不要开车 对不起了 小孩子 想省 香港停车场是贵的 于是他们 可能挂两个假牌 那两个假牌 首先你要搞清楚 他一定是有登记到的 有月租的 既然他有登记到 那你又怎么能够 会觉得他不肯回来呢 是吧 而他一回来 一次 两次 总会出现那些 咦 孙先生 入不了 因为你的车 譬如你的车 你冒充他进去 OK 于是乎 他的电脑记录 就有你的车 就是这个ABCD 在里面 然后ABCD 回来 咦 是ABCD 那电脑 你就拼了电脑 就不能开门 好 好了 除非 你要在门口盯着 咦 ABCD出了 就等到他了 于是你马上走进去 但你又不能走 咦 你看到他快回来 你就马上车出来 等他回到去 如果不然就会起疑 那你 咦 你只听我说到这里 你已经觉得好 按钩了 如果你又要这样 在那步 那何必呢 实村 死定 哪有这么笨 你还觉得好车 那一段车 你怎么去都要拍车牌 你怎么知道 我们挂了车牌 就进去 OK 挂了车牌 进去 咦 那你进不了 有时候会 进不了就不进 进不了就是去车里面 他的车不在里面 我们才进去 咦 那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 进去 那你不想想 他回来 他都可以回来才行 这两条狠样 OK 好了 这一个真是离谱 他说 那这些案子 你说怎么办 这些人 这个世间上 有些这样的人 他说 我觉得你真的 没想到 你这次 我看法官怎么判 那这件事我一定跟 我觉得起码要判矣 我不知道法是怎样 就是五至七年或以上的 的监禁 实在太离谱了 咦 昨天打封 OK 那 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的 特检人员 就下载区内进行 反超速行动 OK 就发觉有一辆跑车 屯門公路 用两倍地面的行速高速行驶 严重影响其他道路安全 使用安全 使用者 警员准备把那辆车截停 两倍 屯門公路 铃铛橋 我当它行七十公里 即是行百四 如果是八十公里 就行百六 好了 好了 经调查之后 警察竟然发现 这个四十六岁姓王的男司机 早前 较早前 不是较早前 即是以前 曾经因为一单危险駕駛 引致他人死亡 危险駕駛 和多次停牌駕駛 而永久被停牌 他是被永久停牌 多次被停牌 即是很多次根本事故 然后才被永久停牌 好了 这个司机 亦都未能够通过快速口腔液的测试 亦都拒绝提供血液样本 作进一步去药物测试 那 当然被捕 那 现在站被控一项危险駕駛 一项停牌期间駕駛 一项毛牌駕駛 一项駕駛时未有第三部 和一项拒绝提供血液样本 作药物测试罪 明天7日在判判处提供 在打封期间 如果昨天下午 如果昨天下午 下午 应该还未判判八号 三号风球 那时候 好了 警方说那些什么打击 绝不首远那些我不说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男人 这个司机 如何犯案 他大部分是交通规例 即是他 其实又不是那些杀人重犯 但是就是犯交通规矩 好了 第一单 大量的危险駕駛那些 不说了 一单在2017年 OK 11月25日 2017年 11月25日 即是七年前 新界南交通部的特兴队 他拿着隐灵战车 在葵村 在葵村重裸 期间突然间 在青葵公路发现一架 电单车 这人玩两饭 超速飞驰 于是乎 就追他 向警灯 打算折他 这架电单车 不单不停车 看到警察 向警灯叫他停车 他驶入葵村 左穿入右插 多次冲灯 逆线航飙 最后 驶入华泰路 直闯这个 厉敬 厉敬 懲教所 在斜路 失控翻车 揭骑士 准备汽车 逃走 但最终被警员追到制服 2017年 7年前 其他小事不说 在2017年的10年前 2007年 他在停牌 期间 大港市已经停牌 駕着私家车 私家车 不是电单车 在柴湾大潭道 追撞一架 绵羊仔 钛电单车 铝乘客 当场凉死 撞死的铝乘客 撞死的铝乘客 他竟然没有停车 除夕铲上安全岛的铁蓝 撞破铁蓝 撞及另一个邮班的救护员 跟着还不故而去 警方事後在旺国丹卫将他拘捕 经审讯 撞不故而去 撞到邮班救护员 撞死一个26岁的铝乘客 而他之前 而他在這個期間是停牌著的 是無牌停牌駕駛 撞死人再撞到救護員不顧而去 被判22個月 完全沒有走廿年 22個月 OK 法定是停牌 好了 22年 被判處 不是經審訊 被判處 不是 被判處22個月監 好厲害 停牌就停到2015年 07年停到256年 其實07年那件事已經可以 因為是停牌期間做的 是要終身停牌 而且 在停牌期間 因為你當然有些東西 所以你才停牌 你再這樣 其實你真的要判他十年八年 你已經要 22個月 停牌至2015年 好了 但是 他22個月 還未到2015年 出獄之後 繼續干犯這個交通規例 規例真的是抓到的 抓不到你不要說 包括無牌駕駛 逆線行車等等 好了 他在2007年11月 撞死人 我當他經過審訊 等等 又坐了兩年間 22個月 其實大約都是 2010年左右 他停牌到2015年 在停牌之前 他再裏犯交通事故 然後結果在2015年 他是拿回牌的 但是2017年 是欠電單車 左穿右插 不顧而去 這是欠人 好了 現在不知是否找到水 我只是猜測 什麼人也好 你怎麼又開的 法拉利 兩倍速度 行車 又逆線又成 什麼都想到齊 喂 然後又 又什麼 又不想被黑客 決力出事 口聲出事 喂 那你這件事 喂 我覺得真的 你說是否要 我不想法律怎麼寫 這次又判三個月就算了 炒死人 都是屌你這樣 在沒有停牌期間 還要 嗯 所以他經常說 那些判決根本 就沒有阻嚇力 都完全屌你 完全不是 跟不上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法律 那個 那個時代的那個步伐 是吧 老實說 我自己都是 開駕駛人士 有時候我都明白 有時候一時之間 喂 難道要炸好細數嗎 但是這件事不是那些 他本身是 女犯 停牌 停牌 然後你再 你開車這樣 撞死人 撞死人都算了 跟著 慘上安全島 撞到另一個救護員 然後走 你本身是停牌 你只是這一下 我覺得真的 無可寬恕 你放下 然後後來可以再犯 可以再犯 完全沒有婦依 完全沒有 多到現在四十幾歪 還要拿到立法拉利 這是什麼人 真的 是不是人 真的 你自己都說 你這麼喜歡飛車 就去澳門飛 給錢那一隻 比賽 在馬路上 撞死人都 沒有東西的 二十六歲 人家的女兒 如果不是 走了現在都是四十多歲 四十歲左右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人 還是什麼權貴 真的不可能 另外 這一宗 是較早前 我們講過了 現在就判了 港大生 涉嫌 在祖媽搬離宿舍之前 咦 即是那些Synia 搬離宿舍 可能她都 偷了很久 喉著祖媽很久 現在 她表了一般 我現在不跟她表白 就沒有機會了 可能是 握著這樣的心 向下體頂向祖媽 又自稱 自稱 好大抽 叫祖媽為她解決 繼而露出下體 因而被控兩項非禮罪 她露出下體 是硬還是軟 不知 我先看下去 她早前 經過審訊後 被裁定兩罪成 案件今天 在屯門法院判刑 站位裁判官 咦 自己是什麼來的 我們死了 人家就知道他們 我們是什麼 是的 好了 被告性觀念扭曲 自制能力差 又用受影響 受精影響來犯案藉口 一方面說 對事主X有好感 但另一方面 就沒有尊重X 判她八個禮拜 首先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對一個女生有好感 我覺得一般男生 一般 其實真的未必夠膽 做這些事情 她做得這些 可能覺得那個女兒 才做這些事情 我這個肯定 但其實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女生 我自己是 我真的不夠膽做這些事情 擺在那裡 只喜歡那個女生 對 即是你真心喜歡那些 你真心喜歡那些 即是很嘴巴 即是你連表白和約會都很嘴巴 即是不會那麼尊重 就眾何方 這樣 是吧 你做這些動作 去到這樣 一定是 第一 你不是很喜歡這女生 第二 你覺得這女生很容易吃 你想吃她 很容易吃 好啦 但如果你說你是喜歡這女生 走到差不多了 即是已經去過街了 那你都要發展 都不會這樣 我以為她有幾張大臭 幫我解決 你不會的 那女生都會覺得你搞錯 最多說 今晚我都要去陪我 即是那些戲話 是吧 好啦 站在法官說 引述報告 那法官說被告會面的時候 表現有禮合作 但是就說 她性慾旺盛 每一天都要打飛機 你又說很厲害嗎 我五十多歲 每天都要打飛機 十幾十歲 每天都要打飛機 你以為你 我十幾十歲的時候 真的要打飛機 一十七次 不是啊 如果沒有女人 沒有女人 真的起碼要打兩三次飛機 兩次 下午才睡 下午一次 下午好睡 早課晚課 如果不是 真的要打雙眼 打雙眼 好多次那些 不是 好多次是哪個 以前怪異雜光蒙 怪異雜光蒙 什麼蒙 香港那個 你知我講誰呢 她的畫風有點像 受這個 漂流教室影響 漢文 還有另外一個 她的女兒 夢尼譚 夢 夢 夢 是 是 是 一不想 沒有女人說什麼 屌你兩母真是她的眼睛 說紅筋 滿布紅筋 屌你兩母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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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現在已經好多後悔了 報告又說 被告的性觀念扭曲 屌你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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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當然可以的 妖的弦碰碰的 好像又說不容易 你問著Samuel 你問著Samuel 你問了Samuel 誒 話說 我們在日資百貨公司做事的時候 我講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在Sales Promotion 水奶 不是水奶 水奶是經理 有一個supervisor 我現在都忘記名之前 現在我其實也不是都忘記樣子 但現在這樣說我就開始有印象 五車四五 白白 正正 但是能夠很食材 但又不應該很身型 腰又細,才的 其實很銷 굉장히很漂亮 其實我阿生我都會常看一下 但也沒這個機會 有一次, shareholders promotion 很少不同部門去 Cars OK 阿生我先說沒去 把房型告訴你 我弄回一封 我晚上玩到12點 我們樓下超市的經理 你跟他唱一唱一唱 世間事不治 然後拖到他旁邊的房間就搞定了 我心想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你老母 但是就是這樣 然後我當然 找樓客 喂 你老母你搞定了 你老母你搞定了 你老母有多難啊 我說不是啊 他說是呀 你老母再說 他拖到他 他再拖到他 他又說不要再拖到他 他再拖到他 他就拖到他 但是 其實是否不是 便宜那麼斯文秀麗的女生 竟然這樣拖到不暖 但他又不夠姜視 他又不夠姜 你怎知道超市的男人有沒有怎麼拖他 就是催大了 但這個就很朗咎 這個他是信物,他真的要試一試 這個人勇敢 好了 被告 當日受酒精影響 違法案藉口 一方面又說對X有好感 另一方面又沒有尊重X 那他肯定是有好感的 因為有好感你才會想搞他 阿官說 其實不是有好感,是對他有性慾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就不賤 這類的樣子 十幾下歲 其實我真的會判他 做社會服務,兩天兩小時就算了 鄧官又說 本案情戰並非最嚴重 但也有一定嚴重性 所以要給一個阻嚇性的刑罰 針對第一條罪 鄧官說被告用下體頂向X的臀部 兩人雖然隔著衣物 但有肢體接觸 而且臀部屬於X的敏感私密部位 至於另一條罪真的離譜 他被告在X的臀部 他被告在X的臀部前 拿起了羊具 X硬了 對 更加是X幫幫忙解決 幫幫忙解決 幫幫幫忙 鄧官說 雖然兩者沒有直接接觸 但被告向X提出不受歡迎的要求 令X感到害怕 終究兩罪判囚八個星期 其實這個 我覺得 這個男生可以是你說那種 就是他不收信息 聽別人說他很不預儲 但是他也可能是媽寶 甚麼是媽寶 很多傻疚 不懂得跟人溝通 不懂得跟人溝通 又或者覺得甚麼都很理所當然 你硬了想別人跟你搞事 你不用錄一條蛇出來 他現在硬了 可不可以跟人溝通 他不是 他因為很理所當然 除了一條褲子 硬硬硬硬硬 摸摸 你是白白痴 你怕 硬硬 觸摸 那你也不用碎 你以為你露了一條蛇出來 乘數機會會大些嗎 他真是傻疼 很慘 八個星期 年輕人 下次就經市場一次 其實女生 你都是要溝通的 要哄的 你懂嗎 好了 這個不是新聞 那我呢 我不知道你是否 馬啟人 Keyman 那些Facebook Fan 有時候我見過他一兩次 我想他不知道這頭 看到 這頭說我見過他一兩次 那我見到呢 有一個叫做楊sir 那我相信呢 他應該在一些 特殊學校那裏教書的 那我見到一個叫做楊sir的人 就寫一段文字給Keyman 還有有一幅相的 OK 那我們播一幅相給大家看一下 OK 看一下這幅相 那似乎呢 我沒有跟他講 其實一陣子我去過Facebook 就是跟他講 我借用他的福祭 就是他 那我見到楊sir 應該中間那個 那我們見到楊玉榮 即是 揽著一個牌那個 那 好多年前 這個 這個看的牌應該是2008 看楊sir的那個 是啊 現在都 但是很遠 那但是呢 阿龍子健 我都認得的 嗯 OK 好 回來先 那他呢 就給了這封信 和一段文字 那我就覺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他說 Hello Keyman 真心多謝你對 梁玉榮和龍子健的讚賞 他們的努力 絕對是外人想像不到的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學生 我是教他們示藝科 不是體育科 也都做過他們兩個的班主任 還記得梁玉榮當年 靜雞雞叫我不要追他功課追得那麼緊 因為他想花多些時間練習 那我都知道他學業上真的沒有心機了 唯有用有多無欠的政策放生他 加上問過宿舍家長 因為梁玉榮應該是宿生 說他們在宿舍有空就在走廊練習 我記得梁玉榮第一次跟我說 他參加殘奧 我還以為他講笑 到見到一封正式信件才知道他認真的 我還跟他說 如果贏了金牌就送給我兒子 誰知他真的贏了他第一塊金牌 我就借了他一塊金牌一天回家玩 之後就還給他 自此梁玉榮就是蘇華偉之後學校的名人 當然了拿到殘奧金牌 至於龍子健的路更難走 他說這個兒子生世比較慘 沒有家人 只有一個人成長 所以我非常看他開心 終於輪不到他 我找不到我和阿榮 他2004年第一次金牌的照片 那時未興手機 不知道在哪裡 這張和龍子健一起拍的 應該是2008年 你講一下2008年 現在是16年前 看他的樣子 都看到龍子健現在都大很多 不過我覺得很厲害 他的髮型是堅持 應該是2008年那一屆 因為我見到一塊玉石 有一個J 應該都是2008年那一屆 個人覺得龍子健受梁玉榮的影響很深 見一個平時不正經嘻嘻大笑 又一天的好朋友 努力下竟然可以拿到牌 即是講梁玉榮 我真是猜不到我有兩個金牌的學生 不過真心 很佩服他們在學業以外 找到自己的出道 而且很努力去達標 其實我最重要是想透過你 即是Keyman 始終多人看 能夠令到多些人明白 殘疾運動員的付出 絕對不比正常運動員少 他們付出甚至比一般人 香港人來說是不能想像的 因為一般市民實在太少接觸殘疾人士 PS-6 日後你有機會也可以找鍾遠平輪椅劍擊 不過出了局了 好運八強 那個復活賽都輸了 做訪問 他說這個女兒很聰明 文武相傳 讀書非常好 又自己懂得開車 可惜暫時還沒有獎牌 而被人忽略了 那麼我沒有忽略的 鍾遠平 老實說 我們經常都說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 會對這些殘疾運動員的尊重 都是很足夠的 一定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很怕呢 是不是一樣呢 跟普通運動員 在商業上就肯定不是 因為商業 譬如我 喂 當然也曾經有人找過 蘇華偉去拍廣告 陳寶寶都有 但是 事實上 你真的在 那個名氣會更大的 我們不要自己騙自己 但是你說 呃 雖然可能競爭沒有那麼大 這是我們想當然的 但是 你付出那些努力 你想想 你身體那種殘疾 那種缺陷 那種毅力 你有沒有看 那個 印度妹 用腳射箭那個 嗯 好嗎 喂 用口打冰蚊波又有 好嗎 怎麼會容易呢 老實說 你問我 拿不到牌 有時候我看這個殘疾運動 會 我還覺得 有時候我還覺得 不要說什麼 感動 得著更多 喂 這樣都可以 你行不行 要放棄 真的太容易了 你想想 我們 有些人 有些人沒有那麼幸運 是吧 他練到 譬如我在Facebook 見到有些人 練到能夠自己 照顧到自己 譬如我看過那段片 有一個人沒有手 真的沒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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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做什麼呢 在我不知道 大陸的市集裡 賣炒粉麵 那套 找一個 鑊鑊 鑊鑊 國產在後面 整個圓圈 套在這裡 用一筆來炒 你應該手 夾一下夾一下 那些東西 去賣炒飯炒麵 能夠去到這樣 其實都難到不得了 是吧 找我口茶 絕指不以前 沒有AI 沒有電腦 去寫字 現在還要練到 去參加奧運 所以你問我 你說商業那些 我們不能去選擇 就好像那些LGBTQ 我總不能夠說 為了照顧你們LGBTQ 我們不是歧視 於是令到我們 整個生態或資源 用得太 譬如廁所 已經很尷尬了 但是 譬如官方的獎金 是不是可以一視同能 我也經常想這些 你現在拿了多少個牌 你不是容易很多 容易很多 你拿多少個 現在拿多少金牌 兩個金牌 還是三個金牌 你也是兩三個 嗯 嗯 就是 嗯 我覺得 真的 不過現在 沒得說 馬馬會 是不是可以多些獎勵呢 就是 對這些運動員 當然很有激勵 不是對他們 殘疾的運動員 嗯 是對我們普通人 所謂正常人 有手有腳 你有沒有這樣的意志 要天天後 要怨三怨四 就可以了 好 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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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